在暴恐事件的案发中 一场无约案的反恐集训正在进行 我们从河道上面观察 没有必要下去啊 危机四复中 各系队员朱立强 如何学会与战友们生死协作 我想河线的河线不了 不理来吗 脆火力炼后 监督队长刘荒 又将怎样完成 汇变成成 走进新疆兵防一线 看武警兵防防恐精英再行动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密训天山 新疆防恐精兵集训计时 第二集 感知中国力量 军事纪实 这哪像出来把人打上来了 几个封队 一个封队 往这拍死有原因的 封队长干什么出来 我觉得你们这个封队长 你们要总结一下 建议你们现在这个封队 这个情况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再担忽 这个 不先战斗的 不担忽任务 改为封队封队 既然你们喜欢在最后 那你们在最后带个够 一直跟着最后走 待会 不 我用去跟他们没关系 那你给他们解释 眼前的这一幕 就发生在 武警新疆兵防总队 组织的反恐集训中 阿祖阿祖上我靠楼 刘峰 反恐集训队 四分队队长 此时 他和他的队员们 心情都很糟糕 这次集训 分为五个作战小分队 现在 集训队队长 不仅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并且还把他们 四分队的任务 做了调整 这让四分队 分队长刘峰 感到很自责 连点两次 大家没关系 我的问题 第一个 我组织上的问题 第二个 可能一些 系列方面 没给大家强调到 咱们共同名字 叫四分队 就要为四分队 争斗荣誉 尽管刘峰 在之前的爬山中 恐刀 拖了分队的后腿 并且他的指挥 也曾让四分队 和大部队 失去了联系 但队员们 还是希望刘峰 能够带好分队 完成好 接下来的集训任务 而刘峰 也的确是条硬堂 他是武警 新疆边防机动支队 力剑突击队副队长 他的性格 从来都是不服输的 我希望大家 先从自己切实 从自己身心开始体现给 完之后 需要集合的时候 迅速力量 要集合 拿出你们在本单位 作品指挥员 应有的切实和素质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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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势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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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其他分队 已经开始走向速赢点 来来来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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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卫分队任务的 四分队 只能等到 其他分队都离开之后 留下来 清理临时的 烤火现场 接下来 将近两个小时的 途步行军 挨了批评的 四分队队员 情绪低落 而随着夜色的降低 更加寒冷的空气 也似乎配合了 他们的心情 做饭点终于到了 整整一天的大强度训练下来 队员们都已经十分疲惫 但是也许这一夜 四分队队员不再像以往的意外做营 睡得那么香了 睡着了吗 睡着 你没有呼呼吗 昨天晚上我们七个人 坐在一起 对昨天一天的 行军过程 在进行一个反思思考 总结 所以一直在沟通这些东西 没有感觉到有睡意 经过一夜的沟通和反思 刘峰和队员们的状态 明显好不起来 而刘峰也似乎更有信心 面对四分队接下来的表现 通过一些问题的发现 我们这个整个四分队 咱们这个心越来越紧了 然后这个凝聚力也越来越强了 我相信我们可以把接下来的论务 完成得更好 而在此之前 虽然分队长刘峰 早已发现了队伍凝聚力不够的问题 但在短短的十五天集训中 如何把这些来自各个边防支队的骨干 映成一股绳 一直是刘峰面临的最大困惑 以下我们带兵 我们这个历史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这一次原刑警社都有 比我职负高的 有我的领导 比我职负低的 甚至到这个市关都有 成分比较复杂 再一个就是大家这个 相对来说都不是比较熟悉 第一次 大家还是这个必然的 需要一定时间去做 新的一天开始了 四分队的任务是 在行军途中 负责前方其他队队的后会警戒 现在成了这种角色 心里看着他们走了痒痒吗 不痒痒 只做一分工 关键事件还在需要我们 对 如果前方有需要付钱 他们把他们放过去 后面从后面包抄还得抗我们 你就跟一个小组队型 是一样的道理 前卫 然后掩护 然后后卫 缺一不可 等待出发的间隙 刘峰的双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没有别的水 然后只有用这个 这个冰河里面的水 然后完之后 那个减性比较重 然后风一吹 然后就全部都裂开了 十个手指全裂了 都裂了 在手上 在冰房 常年参加艰苦的训练 遭遇让刘峰的双手 粗糙得不像一双年轻人的手 这两天 为了带好队伍 加强团队的凝聚力 刘峰总是带头 为队员们取水 中午时分 冰河融化 刘峰也总会周到的 在石滑冰面上 用石头和枯树枝 为队员铺好路 在捡水的刺激下 他原本就粗糙了双手 开始全部开地 只能用胶带裹上 才能暂时缓解疼痛 这次集训中的训练地点 大多设在重庆的暴纵案发现场 与四分队任务不同 三分队的任务是 与其他分队配合 沿着山洞搜索前进 山城横队 横队散开散开 不是 13洞 13洞 听了回答 13洞 13洞 听了回答 你干什么 那关键时刻 半天活不通 结束派你的最后 那个小组 有座后背的那个小组 下钩 沿着这个钩 向前 引臂推进 集训队长 谈的是三分队分队长 唐佳佳 而唐佳佳 又把下河道搜索的任务 交给了队员周立强 根据 签字要求 现在 我们河道内处 可能发现敌情 那个你把你 刚才 留下的两名之外的人员 带着从这个 沟下去 搜索 那个河道 知道明白 但是 朱立强并没有带着他的脚组 下去搜索 13栋 13栋 我们从河道上面观察 河道下面无异常情况 没有必要下去 事实上 朱立强也的确是一名 经验丰富的反恐队员 来集训队之前 他是武警新疆 长级辩防支队 旗台机动中队中队长 两次沟通之后 朱立强依然没有执行 分队长唐佳佳交代的任务 河道口 河道口深度大约在二十米到三十米 我小组如果下到河道内 没有办法跟一组进行有效的这种互动和这种沟通 那么如果一组受服 我们二组不可能不可能相互接应 所以我建议在河道上 朱立强认为 分队长唐佳佳并不了解下河道的实际情况 根据自己分析的情况 他还想采用其他的办法执行这个任务 我表达我的想法 我去说我的一些观点 不代表我不服气 你们没有想到的 我说到的 你们即便不按我的这个方法来 但是最起码 你的思想和意识里头有这么个事 最终朱立强还是按照分队长的指挥完成了任务 但他认为分队长在指挥的时候 只是传当了上级的指令 并没有考虑到队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只性子的朱立强觉得 必须找分队长谈 在战略当中 首先一个你服从你上级的指挥 即使他是错的 要执行 我们把这个意见可以保留 回去之后呢 你向导演部 向上级领导反应 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战略当中 那是必须执行 你如果再不执行 我就要把你这个阻挥撤掉 我就要安排其他的 把他执出来 我们是执行了 你看 分队长 我们一看 就为了执行 对对对 所以我也说了 刚才我也说了 保留自己意见 四分队在执行 设卡堵截的任务中 仅仅因为一根 航在路中间的木头 为什么会让分队长 刘峰与队员们的矛盾加大 三分队 孤军深入珊瑚 朱立强和他的战友们 又将遭遇 怎样的惊魂一夜 军事计时正在拨突 逆训天山 新疆反恐精兵 集训计时第二级 六个小时的艰难行军之后 队员们终于来到了指定区 现在刚刚讲 我们的作战对象 实际上是对抗性的 具备了一定的游击战法 那么会不会敌人来 今天晚上来 反袭击我们一下 这时 上级给四分队下达的任务是 配合其他主攻分队 对假想敌 实施射卡堵截 然而 在下达射卡任务时 分队长刘峰的话 却让队员们听不懂 一定要保障 你不管那么多 我们现在就是 任务就把这两个片 现在站好 射卡设好就行了 其他都不用管 当中听我的 到时候指挥和命令就行了 我能不能先捋一下 也就是我们现在过去以后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 这次集训是按照实际的 反恐案例进行的 整个过程完全没有预案 对队员们来说 一切都是未知的 刘峰特别希望 在这个环节能让四分队拖延而出 他格外细致地 介绍了任务的内容 但反复解释了很多遍 队员们还是没有用力 我也搞不了 我们会上那么慢了 今天弄过过去 说我们把这两个点射卡 然后明天会知道 他会知道 有可能对我们进行射服 有可能直接干我们 有可能要怎么办 就说我们要保障好 他其他四个分队的安全 就这么简单 他就是 刚开始他可能就是 把这个说得有点复杂了 说得有点专业了 大家就是没有通俗易懂那样的 到达涉卡堵截地域之后 四分队开始布置现场 他说两点相互无意 这边出的问题 那边可以资源 他在图上看 这两点他感觉合适了 先进不合适 为啥是这个点 这一图复在这个 站在这个点 关在这边 二组就适当久 那地方去 当刘峰开始下单命令时 队员们七嘴八舌的各种方案 让刘峰觉得意见太多 难以让他这个分队长 把任务顺利拨束下去 谁想干分队长谁干起 现在就说起 我还是那一道 我没有别的了 咱们当核心 然后说来了 来了最重要是感情 感情出不好 咱们就工作 其实和刘峰一样 队员们都非常想在设夹任务中 得到上级好评 扭转之前的拖后腿印象 然而包容每个人的想法 并接受批评 这对分队长刘峰的自尊心 是个挑战 因为你作为军人 你最起码的这种请示报告 说服从你是必须的 但是可能大家骨子里面相当来说 大家都都是非常有趣 都有自己的好奇 有些事可能就没有经过 我这个副内长 没有经过其他的 可能自己就办了 再可能会造成一点误会 但因为争吵 有这样的矛盾 虽然之前几天 大家的共同遭遇 和刘峰的辛劳努力 让队员们看到了一个 有担当的好队长 但这件事情的发生 让队员们刚刚凝聚的心 又产生了波动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 更激化了刘峰和队员们之间的矛盾 射卡完成后 刘峰又要在射卡点前的道路上 放一根木头 给射卡点增加一道屏障 但这个做法再次让队员们产生了质疑 不行 咱不能把道路完全封死 不能封死 这个道路是 设备的是人民群众走的 咱们能够让他放那里 让人家司机在过里 搬下来 不是 你现在考虑到 你是射卡的问题 咱们不当然射卡 咱们还有一个反袭机 还有安全警戒的问题 我这样射 是为了对你们人员提到最后 你不要觉得 你现在有枪或怎么样子 真正车开让 刹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动力 你没能反应时间 不是 作为分队长 刘峰是不决的 多一道屏障 对队员的生命安全 更加有保障 所以他不想做任何让步 而队员王潜则认为 还是应该充分考虑 当地居民车辆通行便利的问题 给你的安全全能保障 没有意思没有 安全这样 是吧 最终射卡计划 还是按照刘峰的意见执行了 但大家从心里并没有接受他的做法 一天中接连发生的几件事 让刘峰和队员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疏远起来 四分队的凝聚力 再次受到了影响 继续沿着山谷搜索前进 此时 背着八十斤种的背囊 踏着落过脚面的积雪 已经连续翻了七座雪山的三分队 早已经人混满伐 然而 这些几乎已经累到极限的队员们 绝不会想到 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个怎样精心动魄的夜晚 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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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关灯 闪光灯 不要开了 不要拍了 先不要拍了 先把地点回报一下 所有人对眼镜声音都开小一点 都把夜市一拿出来 我们前面有点情况 所有人不要俗话 又要漂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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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队200了 那火光特别棒 你的火光 这上面的上面不是没有那个上面的框了吗 现在已经都封框了吗 是这块 靠这个山湾处 按这个阵 有一堆火队 三分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一时间 每一名队员都高度紧张 在这个几乎是无人去的山谷深处 为什么会出现奇怪的民房和火光呢 为什么山上会出现火烟呢 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有敌情 分队长庞佳佳要带上两三个人到山脚下侦查 而为了防止暴露目标 即使是在陌生的大山里 他们也必须关掉手电头 分队长他们到山脚下侦查了 而朱立强则留在原地 担负后卫警戒任务 然后这个时间啊 大晚上呢 晚上又有火光啊 肯定不会是在旅屋的吧 所以我们得先排除这个情况 然后再继续先救 事实上这个现场 一切都是未知的 先往山脚下侦查的队员 无疑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能够执行那个任务的人 也必须是精精强健 那么原本在三分队各方面都比较强的朱立强 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那个位置上呢 这留下警戒的心里都不甘心啊 不情愿啊 无条件的一下子就进行服从了这样的人 我带着过去然后处置 那个速度能快一些 完了之后能够更仔细一些 但是朱立强呢 虽然说他也心细 他也大胆 但是他在具体过程当中 他有个人的想法 有个人的想法 他就会出现失误 出了很远的地方传来狼叫声 山谷里异常安静 而三分队的行动已经展开 火光 民防究竟是怎么回事 武警反抗队员必须要把眼前的情况 搞得水落石出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逆训天山》 新疆反恐精英集训计时第三集 在暴恐事件的案发中 一场无预案的反恐集训正在进行 我们从河道上面观察 没有必要下去啊 危机四复中 各行队员朱立强如何学会 与战友们生死协助 我想和现在和谐不了 不如你来吗 脆火力烈后 尽到队长刘峰 又将怎样完成 蜕变成长 走进新疆兵防一线 看武警兵防反恐精英在行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 密训天山 新疆反恐精兵集训计时 第三集